哈囉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是5月22號 是這個比特幣的披薩日 那同時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那今天一開始是要帶大家看一下這個Terra Luna的更新 然後隨後呢我會分享三個我自己使用 在比特幣熊市當中最重要的三個策略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代表支持 那我們開始吧 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週末呢 就是在推特上有人開始質疑就是Terra Luna還有Dowcoin的很多事情 那這個Dowcoin呢終於是在昨天的時候出來回答了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個回答問題是他說他現在住在新加坡 然後從去年的12月開始就一直住在新加坡了 那這完全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而不是其他的原因構成的 那關於關掉這個韓國兩家Terra Lab的公司是為什麼呢 他說在韓國關掉一個公司需要時間的 那他說這個時間點呢跟Terra Luna還有UST崩盤的事件純粹只是巧合而已 那至於你相不相信他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為畢竟這個時間點也真的是有一點太巧了 那下面人就質疑他說為什麼要逃到新加坡啊等等 那Dowcoin是說在南韓呢加密貨幣是完全不需要付稅的 然後這個生活上的開銷等等也都是便宜 因此這個去新加坡住不是因為經濟上或是在結稅上造成這個他搬去新加坡的原因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說他說這個南韓政府呢在最近的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增加了非常多的開銷 然後他們就用比較創新的手法對很多這個加密貨幣公司啊 還有這種新科技的公司啊收了非常非常的多的稅 然後他這邊很明顯的看到他講說we pay our shares in full 就是說他有完全照這個韓國的法律呢 完全是一毛都沒有逃稅喔全部都是有付出去的 那他今天敢這樣講我覺得可能就是個事實 因為如果他今天是騙人的話就他還有欠稅的話呢 韓國政府跟這個媒體是非常容易直接出來打臉他喔 他說這個稅金他都有付我是覺得相信度應該是蠻高的 然後再往下看我們可以看到他說今年他已經down 就是賠損了30個billion美金 然後所有的BTC呢都是用來嘗試著把這個UST恢復成一塊錢 那目前只剩下313個BTC了 那就有人質疑說在這個交易所上啊或者是OTC的市場上啊 為什麼這個交易的這個匯差這麼大 那都快的解釋是說他沒有能力控制這些交易所 那在交易所內部他們是怎麼操作這個spread就是價差呢 這個是操作他能控制的範圍 然後接下來這個朋友又提到說呢 投資在Terra Luna這些大型公司跟VC就是Venture Capitalist 就是大型投行啦 他們為什麼可以把這個現金從Luna跟USD裡面拿出來喔 然後都快很快就回答說 No VC were allowed to cash out anything 就是說沒有任何的投行還有這些大資金有把錢拿出來喔 然後也沒有任何這種走後門的交易存在 但是因為保密協定的關係呢 他沒有辦法說是這些公司是哪些公司 還有這些資金的流量他是沒有辦法給大眾知道的 那下面這個朋友提問說這個 你可能遭受到一些這個法律的制裁啊或者是 官司的問題啊 在韓國或者是新加坡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他是說他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嘗試讓Terra Luna還有這個生態鏈能持續下去 然後可以讓在上面建造的這些Apps呢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營運 而不是他自己喔 那他有說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to me as long as that happens 就是如果Terra這個生態鏈跟在Terra上面建造這些Apps的人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的話他其實不在意自己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自己會有什麼麻煩喔 那這是他的說法啦 那你想不相信他是一回事 就算我今天跟大家報告這些新聞 我其實也是站在一個中立的態度喔 我沒有說一定支持2.0或者是反對2.0 或者是支持兜寬 相信兜寬 不相信兜寬 那對於一些就是質疑我為什麼要一直做這些新聞的人呢 那我是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身為一個新聞頻道 那我的工作就是把最真實最新的消息 第一時間分享給大家 那在最後這個人有提到說 可不可以提供一個LUNA的Burn Address 然後他們會Burn it for you 就是他們會 他們會自願把一些LUNA幣給Burn掉 多塊是馬上就貼了一個這個 用來燃燒的這個地址喔 那這個燃燒地址到目前為止已經燃燒掉 大概200多萬個Terra Luna的幣了 但是這個200多萬呢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啦 因為Terra Luna本身的流量 一開始在還沒有攻擊事件爆發前呢 大概是300多萬個 那目前已經到達6.5Tillion了 所以200萬對6.5Tillion來講 就只是不到0.01%吧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少 所以這個Burn是沒有意義的 那目前大部分這個Terra Luna生態鏈上面的投資者 還是希望兜寬可以提供一個就是燃燒的機制啦 就是在這個Terra Luna生態鏈上做交易啊 可以有一定Percentage的LUNA幣可以被Burn掉 這樣的話可以降低他們這個總共的流動量 然後可以把這個LUNA幣的數量降低 那藉由這個方式可以用來恢復LUNA生態鏈的運行 然後價錢也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方式來恢復 但是目前兜寬是對這個燃燒機制是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的comment 就是沒有做出任何的意見啦 所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也是要繼續看下去 那我也會給大家做更新 那OK那我們回到比特幣的市場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覺得在熊市當中最重要的三個策略 那今天我分享策略呢 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喔 完全就是我自己使用的策略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藉由我的分享 可以知道在熊市中要如何操作 那第一點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專注在這個比特幣喔 不要專注在小幣 這也是我在這也是我在影片多次跟大家講的啊 就是在熊市當頭的時候是不要碰小幣的 就是你要買的話就買比特幣就好了 因為在熊市當中就是一個下行趨勢 或者是橫盤震盪的這個走勢 那如果你持有比特幣的話呢 比特幣的抗跌性是遠比其他的小幣要來的好的 那當牛市回來的時候呢 比特幣一開始也是通常是第一個漲的 所以主要的這個倉位持有比特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我在留言區啊 還有在這個社交平台上啊 還是看到很多人在炒一些小幣喔 像是Luna今天又漲了15% 大家就都在聊這個東西 或者是今天哪個幣又漲了20%啊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想追進去喔 但是這個行為呢 在熊市當中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今天漲了20% 非常有可能過了幾天呢 他就會再跌去70 80% 甚至更多喔 所以在這個熊市中碰小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除非你對這個你要投的這個小幣是非常非常了解 然後你相信他不會消失 或者會在下一波牛市開始的時候 他還是會存在 那這樣的話呢 你是可以考慮投資在這個小幣 那很多人可能會問說 Derek 那你為什麼會在這個熊市當頭的時候 一直DCA 比特幣加ADA呢 那是因為我自己有自己的策略喔 那第一是我對ADA非常的了解喔 所以我有強大的信念 知道說他以後的走勢 一定會在下一波牛市 再回到 歐泰海 或者是比歐泰海 還要再高非常多倍 所以我完全不擔心這個 短期波動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這個ADA的價錢呢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在目前這個50幾cent的狀態下再跌去一半甚至更多喔 那如果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呢 我可以大家 大家看這個是 ADA對比特幣的圖喔 現在目前我們處於位置呢 已經是一個低位支撐的時候 所以當我同時在 DCA ADA的時候呢 如果市場又有一波暴跌 那ADA又遭受了50到70%的這個跌幅的話呢 我會在這個位置左右 就是0.00008的這個位置左右呢 我會把我持有的比特幣轉成ADA喔 因為我也是持有非常大量倉位的比特幣 所以我才可以這麼做 因為如果我只是在 DCA ADA的話 它再跌個50到80%的話 我可能就沒有現金買了 但我持有很大倉位的比特幣 所以我不太擔心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把我的比特幣換成ADA 因為我相信ADA在下個牛市當中 它的performance 就是它的走勢 應該是會比比特幣好的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ADA在上一波牛市發生的時候呢 ADA對比特幣是有一個 將近10倍的增長 就今天你持有ADA的話 你賺的錢會比比特幣還要多10倍 那我相信這個 趨勢呢 在下一波牛市當中 一樣會發生 甚至會更多 因為這一波ADA對比特幣的 10倍拉升的 發生的時候呢 ADA是連智能合約都沒有的 那現在ADA是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生態鏈 那在下一波牛市來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ADA對比特幣的走勢 一定是會有一個不錯的發展 這也是為什麼如果ADA對比特幣 再跌回這個0.0008到0.0005 這個區間的時候呢 我會開始把比特幣換成ADA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同時ADA又有非常好的staking機制 可以得到4.6到5%的利息 但這只是我自己的策略啦 那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比較新的新手 或者是你對ADA或者其他的這個小幣 不是這麼了解的話呢 那我還是強烈建議你就是不要碰其他小幣 就只要買比特幣就好了 甚至連以太都不要碰 然後第二個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現金為王 就是你在這個熊市當頭的時候呢 一定要留現金在身上 OK 那如果你今天你說 Derek我已經滿倉了 已經100%現金都已經在市場裡面 那該怎麼辦 那在熊市當中 還是會有回抽的時候 就假如說我們現在 目前的位置是在大概3萬左右 那非常有可能會有一波回抽到大概 3600到3800這個區間 那如果今天你是滿倉的狀態 那你可以考慮 漲到3600 3800的時候呢 先賣出10% 或是15% 這樣你就會有一些現金 但是呢 很多朋友可能會在漲上去這時候 覺得說 比特幣牛市又回來了 又要回去漲到4萬5萬 那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你今天如果100%的資金 都已經在市場裡面的話 你要確定的事情就是 在市場反彈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留一些現金喔 那 理想的狀態當然是20到25% 但如果你今天100% 已經滿倉在裡面的話 一定要在下一波反彈的時候呢 至少賣出10到15% 留一點現金在手上 這樣子的話 等到比特幣跌到 2萬2 2萬3的時候 你才有足夠的資金抄底喔 這是為什麼現金在這個熊市當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手上已經持有 15到20%現金的話 那就建議你就是觀望的態度喔 那這個也跟第三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策略是 非常非常有關係的喔 就是一定要有耐心 在這個熊市當中 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算在熊市當中 比特幣也會很輕易的有一個 20 30%的回拉 那小幣呢 甚至會回漲50% 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這不代表 熊市已經結束了 非常有可能在漲完50%之後 又跌70 80%回去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 要持有你的現金 那等到真正恐慌性拋售的時候 比特幣跌到2萬2 2萬4的時候呢 你再拿這筆資金進去抄底喔 千萬不要因為一波的反彈 比特幣漲回去一點 或者是小幣漲回去 40 50% 你就覺得說 哇我要趕快把這個 20%的現金用掉 趕快要追進去 那這個是在熊市當中 非常非常危險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希望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這些策略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呢 麻煩幫我點個贊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拜拜 敦步